其实差不多可以讲 每一天都是会有这个想法 因为毕竟我觉得运动的话我们是蛮累 因为我们是不断去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 差不多每一天 所以我觉得 可以讲是我们身为运动员的自律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自律的话 基本上就是当你有出现 那种懒惰的就是那种mindset的话 我觉得是很能去打一个运动员的 其实我是把仪求当做是我的职业 而且就是我就跟我直接讲 以后的生活就是 如果你不想要过一点好的生活的话 就是必须要趁现在年轻或者还能打的时候 就拼命的打好身体抓好钱 就是你以后的生活就会不会讲到 就是以一个这样的思想 也一直去明天都顾虑自己的打好 我觉得应该是我很想 就是拿下这个泰国不开赛的关键 我很渴望 因为自从就是我转当自由很多后 我觉得很多的东西都是必须有成绩来判定的 比如说我的观色之类的 所以我必须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来 来就是拿到这些东西嘛 所以当下我是这样想的 我真的是很渴望拿下来的关键 而且又那么刚好 我去年就是在那一个stadium 确实是打到很差很差那种 而且是连续三个比赛 所以我对那个场地其实一开始 进回去的时候也是满一点的意味在那边 所以我是想要客户了自己的这种感觉 所以可以讲是松完嘛 可以讲是就是 会坚持到最后一份真的是 就是有它的意义吧 对 嗯 不是毕丽莎帮我问你几家 对佩丽丹有没有意思可以吗 你懂吗 她是我同州的一个理学院 她是女教学院 我跟她从小是来自同一个俱乐部 一起训练 对 其实她的爸爸是我的同家 所以我从小就已经是跟她一起训练到同家队 对 其实没有啊 就有可能把她当作没有人看 因为毕竟是从小 就是跟到她一起训练到 而且爸爸又是我的情侣 所以对她就是希望能照顾到的地方 当然能照顾她